哎呦 那字怎么写了这 这个字不用猜也只口 明 这个太明显了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三千多年我们一直这么写 哪怕一个不及学灵的孩童 看到这个符号 大体上也能体会到日月交替的意味 这不得不说正是中文的精髓 当你仔细盯着它看 不用多久 太阳和月亮就能从纸上照进心里 作为最古老的汉字之一 明在这几千年里就没怎么变化 不是他不想变 而是他不能变 汉字本来就源于对世界的直接刻画 日月山川未变 那汉字就不需要变 这或许也是汉字生命力的来源之一吧 很多人会思考 在文字之前 人类是怎样进行表达的 通过这个名字 我们很容易就能捕捉到答案 那就是画画 所谓书画同源事业 当仙民看到硕大又温暖的太阳升了起来 日出而坐的他们在沙地上画了个圈 怕旁边的人看不懂再点个点 这是日啊 咱就这么定了 日头落下去 明亮的月光再次照亮了沙地 熬夜的鲜明又画了下来 这个是月 旁边的人开了个脑洞 那画两个多好 大伙都说你真多余这个字变成了 当然大伙都承认 之前画的日和月都很亮 放在一块那就是明 这两个东西不能老盯着 时间长了会失明 又有人表示 一会儿天亮太阳从地平线跳出来那一瞬间 对我很重要 怎么说 底下加一条地平线呗 多大的事 这个字是蛋 一旦太阳出来 放哨的人就可以下班了 早期的中国文字 有一种神韵 它跨越千古 让人们能够体会共通的情感 有哲学家总结 人以语言之家为家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用文字构建了世界 而动物却终其一生只拥有环境 很快 人们就开始借用文字来隐身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弯梗实践 比如 太阳月亮一升一降 一天过去了 那不就是明天了吗 日月之明开始有了下一天的意思 在日常使用上 有人提出让你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 你又不好意思拒绝 我们就会说明吧 又比如天地间还有什么比太阳和月亮更清楚且不容置疑的东西吗 所以明又被引伸用作明白明显明确 现在我们问你明白了吗 意思就是这么简单明显日月当空 再比如凡是日月照到的地方基本藏不住东西 你身上佩戴的东西呢 所以有了公开无法隐蔽的意思 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他们了 青年男女总是说你就明说吧 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可不能了 你是不是想分手 我明显不是那个意思 当然 由于明这个字过于的充满光明 深得人们喜爱 很多人也用它来取名 有人统计过各个年级的小学课本 他的主角其实是一个叫小明的小朋友 小明做了很多事 你可以学习他 就会明白很多道理 他就会变得聪明又听话 今天你写字了吗